迈阿密国际官宣了,梅西和布斯克斯呢,将会在7月16号亮相迈阿密国际,啊,这是正式亮相,那么7月21号,梅西将迎来自己的首秀,那么我感觉呢,现在迈阿密国际急需梅西啊,因为他最近战绩不好啊,这个19轮进了18个球,就是进攻力不行,完了之后呢,是我那样看了一下数据,刚刚举行完的一场比赛,全场18次射门仅进了一个球, 所以说,现在迈阿密国际急需求亡啊,那么梅西呢,之前也说说,那个希望带领迈阿密国际呢,能够打进这个基督赛啊,那么现在迈阿密国际,他距离第八名基督赛门槛的那个球队叫蒙特利尔,现在还差了十分,所以说呢,摆在梅西面前,摆在迈阿密国际面前啊,想要打进基督赛啊,这个任务啊,可以说是任重而道远啊,那么最近迈阿密国际呢, 也是不断的努力的在影员啊,这个你向梅西加盟之后呢,布斯克斯来了,完了主教练呢,也换成了马蒂诺,那个马蒂诺呢,之前在阿根廷国家队,在巴塞罗那都和梅西合作过, 我对这个教练呢,说实在的,就是他在执教欧洲五大联赛的时候,我就感觉一般般还不错,偶尔有犯错,但是也不至于给他的评价说,啥也不是 但是呢,你要说他有什么亮眼的执教成绩呢,这一点在我看来也没有,这个就是马蒂诺,我感觉贝克汉姆和他的这个团队,真的是做到了现如今能够做到的这个最完美的这一点吧, 因为毕竟马蒂诺是一个阿根廷人,和梅西也合作过,和布斯克斯也合作过,所以说他的到来呢,不论能力怎样,我感觉执教迈阿密国际,或者说在美直连当过教练,我感觉还是绰绰有余的,所以说呢,这个教练换了,而且这个阿尔巴拉莫斯也传说和麦阿密国际签约呢,仅仅一步之遥,那他们俩来呢,那就更好, 麦阿密国际现在所选的这些人,你比如说这个布斯克斯,或者说拉莫斯,阿尔巴拉,他们都是有一战之力的,因为上个赛季阿尔巴和布斯克斯,这个就是巴塞罗纳,从多西亚冠军的这个主力,那么拉莫斯呢,他上个赛季在巴黎舍尔曼,你感觉踢的就像焕发第二春一样,后防线都已经成为上个赛季巴黎舍尔曼这个不可替代的一黄了,而且他的这个防守卡位就是准,而且还有这个, 进攻属性,上个赛季,梅西在巴黎舍尔曼也助攻过拉莫斯,所以说这个就是,现中心麦阿密国际在转回市场的一种运作,那么在我看来,要是想踢成战技,还是需要一个前锋,麦阿密国际这个前锋,到底这个进球效率怎么样,目前在我看来肯定是不合格的,要不然你这个,进球太少了, 那么梅西的到来,会不会给这个前锋,威成一个小胖子呢,会不会给他全新打造一套,升级一套,这种进攻的系统,进攻的体系呢,所以说这还是非常非常值得期待的啊,这个就是梅西在麦阿密国际,在美日联比赛的意义,那我再说一下梅西加盟的意义, 因为之前呢,北美足球咱们都知道,就是说,照欧洲足球或者南美足球,它肯定是热点的,不如这点吧,但是呢,就是当年贝克汉姆加盟洛杉矶大银河之后,那个时候开始啊,很多很多的这种欧洲的这种顶流的球星,在状态下滑之后,都会选择到美国去踢球,你比如说后来的这个伊布啊,亨利啊,鲁尼啊,皮尔洛啊,这个都在美日联踢过,但是梅西这次加盟的意义,远远比, 他们大啊,梅西是卡塔尔世界杯啊,夺冠封王啊,半年之后,空降美之联啊,对于这样一个历史第一前五古人和五来者的足球界的告他来说,啊,他加盟美之联势必会点燃北美大陆足球的热情,也会极大的推动啊,这个足球在北美的普及和关注度,尤其是在美国,美国呢,就是他这个足球吧,啊,在他这个国内,其实并不是说这个啊, 啊,多占优势的这样的一个运动,梅西的到来势必会引爆足球在美国的热潮,也势必会改观啊,这个足球在美国的这个普及度,所以说呢,梅西啊,我感觉去到美之联,这就是普及去了啊,这就是撒伯足球的种子去了,对不对? 那么梅西加盟美之联的意义,就感觉有点像当年哥伦布大航海,发现了北美新大陆一样,啊,这个意义还是很深远的,尤其是我感觉啊,未来几年,就是北美足球的这种热潮,会成为足球世界,或者说成为整个足球世界,一个高光的第三级,如果说欧洲是一级,南美是一级, 那么第三级就是在北美,因为第一,梅西加盟了美之联,第二,三年以后,美加墨世界杯即将开始,所以说梅西加盟美之联,很好的这个促进了足球在美国的这种推广关注度,而且无形当中,也为美加墨世界杯宣传了一把,所以说这个就是梅西啊,他时时刻刻的都是利用自己的这种影响力,有的时候呢,也是不知不觉的利用自己的影响力, 做一些推动足球,对足球有意义的事情了,我们最后呢,也是特别特别期待,7月21号,梅西在迈阿密国际的这个首秀,我们也期待,这个拉莫斯和阿尔巴能够最后顺利的和迈阿密国际签计,也希望这个球队呢,能够越打越好,本身呢,联赛,倒数最后一名,要是说从此刻开始逆袭,成功打进基督赛,到了基督赛,你还有更大的缠望,这个事情本身想想都很刺激, 所以说让我们一起期待,好了,我是超哥,我们今天就聊到这里